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原文没有人拿 原文的主词就是灯 原文的意思是难道灯来了 所以主词是灯 难道灯来了 启示要放在斗底下或床底下 这两个假设对听众来讲 都是非常荒谬的 那个斗就是凉气 灯来怎么会藏在凉气下面把它遮盖 灯来了怎么会自己钻到床底下 去躲起来 当我们把灯当做主词的时候 这个女人话就很有意思 好像这个灯躲在床底下 灯躲在斗底下 不要被人看见 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灯就是要显明出来的 这就是灯的功用 那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要我们有耳可听就应当听 就是要我们留心听 而且是用心听 听什么呢 听有关用灯来的这个比喻 来比喻现在他所宣扬的 神国的福音这件事情 因为神国的福音现在看起来 对大家来说还不是很显明出来了 那当然耶稣一直讲神国的福音给大家听 可是大家领受度目前都还很低 但不代表永远都会这么低 耶稣说有一天这个神国的福音 会像灯一样会照亮所有的黑暗 那这当然是一直要到耶稣复活 这个实力复活之后 向门徒解明一切的神国的奥秘 最后他复活升天 圣灵来了建立教会 这个整个神国的奥秘 就像世人都显明 耶稣呢他不像他那个时代 也有很多的神秘的教派 或是世界上一些其他的宗教 他们也有他们的奥秘 但他们的奥秘基本上只对部分的人 或是他们的会员会友 来传扬这个奥秘 选解释这个奥秘 但是耶稣来了 他的神国的奥秘 却是向全世界的人 公开的一个奥秘 那既然是公开的奥秘 就代表说人人都能够明白 但是最后能明白或不明白 就看你的态度 这就是第四章上半段讲的 你的态度是有耳可听的 还是无耳可听的 你的态度是一个好的柔软的心田 还是你的态度是一个很刚硬的土地 以至于神国的道 神国的种子撒进来 你无法领受 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神国的奥秘 耶稣就是弥赛亚 他要来治理建立神的国度 治理信他的百姓 这件事情你们要留心听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原文没有给人两个字 他的原文句子其实蛮有意思 但是又蛮有点难又有点容易 就是说你们用来量的良器 将来也会被人家用这个良器量给你们 也就是说你用什么良器 你要用什么样的良器来领受 来承接你所听见的 耶稣对你说的神国的福音的奥秘 你用良器很小 那你会量给你的神国的奥秘 你能够领受的神国的奥秘 就是这么少 但是呢 你如果那个态度是很渴慕的 非常渴慕 非常愿意的 那你拿来量的那个良器 你来承接神国奥秘的这个良器是大的 那就用你带来 你就用你带来的这个良器 装给你神国的奥秘 而且不仅如此 并且要多给你们 所以你带来的良器越大 从耶稣这边所领受的神国的奥秘跟真理 就像你显明的多而又多 那二十五节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在其他的福音书 有做一个补充的解释 是说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所有的 也要把他夺去 因此呢 这个就是还是在讲这个杀种的比喻 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高度 我们的态度也决定了我们能够领受多少 神国的真理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芽见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后长碎 再后碎上结成饱满的子力 古迹熟了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农夫只负责杀种 但是这个种子本身 他是按照这个种子本身里面的生命力 跟运作的功能 他重点是只要撒在好的土地上 那接下来就是那个种子自己他的工作了 他自己会长出来 因此呢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后长碎 再后碎的上面会结成饱满的子力 然后呢谷既熟了 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代表什么 我们这些传扬神国福音的人 现在去撒种 我们现在就能做就是撒种 撒了之后呢 我们当然要祷告 让他们有柔软的心田 可以领受这个种子 当他们领受之后 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 使他们可以领受 只要他们能够领受 接下来神的国 就会在这个种子里面运作 神的国自然会开始生根发芽 结实长大 最后可以收成 耶稣用这个来比喻神国的道理 现在不起眼 现在撒种 好像也看不到什么成果 但是呢 去睡一个觉 明天起来 就可以看见 奇妙的事发生 就可以看见 神国的道 种在人的心里面 产生了生命转变的力量 因此不要小看 神国种子的威力 也不要小看 自己现在所做的神国的工作 神的国 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 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里的时候 所以比地上的白种都小 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只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塑在它的印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 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一切的道 讲给门徒听 这个比喻就是讲 一样跟上一个比喻一样 不要小看神国道理的种子 重点是 如果遇到的是柔软的土 好的土 谦卑可目的心灵 领受它 它就能够长得 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样的大 虽然它现在看起来是所有的种子 里面最小的一种 叫芥菜种 当它长出来之后 确实非常的大 大到一个地步 连鸟都可以在上面栖息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耶稣用这许多的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耶稣非常善用比喻 他除了第四章 用很多比喻之外 他之前在前面 包含在第二章 讲了医生的比喻 讲了新郎跟陪伴之人的比喻 讲了新酒 新皮带 新布 旧衣服的这些比喻 都是让人一听 就可以比较容易明白 耶稣在讲什么 但是比喻这种东西 一方面是让 你好像更能够进入那个情境 可是一方面也是在测试你 当你进入这个情境 你应该比较容易懂的时候 就看你接下来愿不愿意懂 愿不愿意领受 这就是一个比喻的一个巧妙 比喻可以拉近 你跟神国的道理之间的距离 可是这个一拉近 你就要做抉择了 那你要领受吗 你愿意做领受吗 你愿意改变吗 因此呢 耶稣常常透过比喻来讲 神国的道理 其实也是要去试验出 到底你现在是圈内人 还是圈外人 到底你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 34节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 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这一切的道 讲给门徒听 因为他们想要知道更多 就按着怎么样 我们刚刚读的这个24节 也必用什么样的凉气 凉给你们 并且要多多的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改变我们对你的态度 使我们的心成为柔软的豪吐 因为主啊我们用什么凉气 来面对你对我们的启示 你对我们的感动 主我们就多多的领受 主啊你给我们的启示跟感动 谢谢主 主啊求你让我们永远对你 有一个饥渴慕衣的心 而不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恩待我们 主因为你是乐意更多 让我们见到 神国丰盛里面的那位好牧人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业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100万人 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业的影片 以及一百首动听的天运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为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 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钱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